首先我想说在磊哥这个频道 要有点不一样的声音 我就是那个不一样的声音 首先不能变成童文城 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 我出国之后 我认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 共产党它不但欺骗 它还限制人民自由 联论自由 而且还乱用纳税人的钱 关键还限制个人的行为 限制人的自由 除了言论自由还限制人的自由 我相信下面评论开始有人骂了 这是个轮子 不要着急 还没有 说出我的理由 对 你得说 说出我的理由 对 然后你们看是不是 如果是的话请打一 我不要你们跟我道歉 你们打一就可以了 好 我就挑两条 因为时间比较紧张 我就挑两条 第一个 就是欺骗 共产党欺骗 出国之后我才发现 台湾是个什么地方 为什么不跟我们老师说 不一样 老师跟我们说 台湾是同胞 出来之后不是这么回事 还有一点 最美的风景线是人 对吧 按照你的畅行 你应该辟谣啊 对吧 就算不是你说的 你也应该辟谣 你辟谣了吗 你任由这种言论在外面 撕散 你这不是骗我们是什么 对啊 是欺骗吗 对吧 好 其次 那个压制言论自由 为什么我在微博上发一些台湾人不好的言论视频 接下来你帮我删掉呢 你不打烊我言论自由吗 为什么不让我发出去 为什么还是维护台湾人的形象 你打烊我的言论自由干嘛的 就算你不喜欢我的言论你把我发起来嘛 对吧 你把我关起来嘛 没有 就把我的贴删了 删贴我自己不会嘛 好歹你把我的账号封了也好嘛 账号还在 我发什么都没关系 就是不能发台湾人不好 这不是打烊我言论自由吗 好 乱用 第三点 乱用纳税人的钱财 好吧 稍微等一下 好 乱用纳税人的钱财 我是纳税人 我是不是对我的所有的费用 至少我得知道去向 我同不同意吧 对吧 你说你把我的钱税收上去做转移支付 OK 没问题 虽然各地区有一些什么地域骑士啊 或者地域黑亚 像我是个上海人 对吧 很多地方看不起我上海人 但是上海还把转移支付出 没问题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有情绪 真的 我们这些人遇到了一起 坐下来 没矛盾的呀 没事 一顿小烧烤就解决了呀 是不是 不行 就两瓶啤酒一下子 大家都是兄弟了 嗯 但是你为什么要去会台呢 你用我的钱会台经过我同意吗 你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吗 嗯 好 最后一个限制人民自由 这个是我最吐槽的 我原来是有机会去考公务员的 但是我的朋友告诉我 共产党这个公务员体制里面那个 哎呀 哎呀 我我我怕了 我怕了 你想 我考公务员 就想去混个水摸个鱼 你他妈偏要逼我去为人民服务 你这不是限制我汽油吗 是不是 偶尔还想探探屋 你还要苍蝇老虎一起打 你说我的自由何在 你不是打压我吗 所以我是彻底认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了 好吧 好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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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 接下来分享一下我在 我在我在这边的一些 一些实力啊 嗯 我先介绍上我的背景 我呢是由于一个意外来了加拿大 嗯 然后发现回不去了 好意外啊 我是公司 我是我是公司公司的合作伙伴 就是就是说过来支援的 嗯 因为加拿大这边的公司跟我国内的公司是有合作的 然后正好是我派过来支援 结果没想到 嗯 那我为什么会过来 因为我在加拿大有亲戚 然后之前呢我也来过 所以我加拿大护照 所以公司说那这样方便也不用帮其他人办了 我就把我给搬过来了 结果没想到遇到疫情了 你是等于刚过来就遇到疫情了 不是我是先过来 过来了一段时间 公司那就这边的公司 顺便正好是年年份也到了 本来其实19年年底 00年年初 我基本上差不多 这里的项目结束 就结束了 我准备是已经是去年6月份 2020年6月份应该是回国的原来计划 嗯 结果好嘛 一单我现在连枫叶卡都拿到了 嗯 一单把枫叶卡都拿到了 我回不去了 好尴尬呀 对这个事儿感觉好 那那那那这就是我的背景 那因为我有亲戚在这 所以我有个小侄女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但是他爹是个恨过党 嗯 他爹是个恨过党 然后呢就就那那那那他大家好歹是亲戚吧 就是走得比较近 但是小侄女跟我关系比较好 然后最近小侄女就是前两年 找了一份工作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很多可能不在海外都知道 海外华人在这里最好的工作就是方产经济 保险公司 sales 对对 然后卖车 对吧 嗯 然后要么就是你小老板先先洗个盘子 然后开个餐馆 然后呃顶天到头了 你就开个超市 嗯 你就人生完美了 对吧 基本上都是这个路程 嗯 那很少有人会设立公务员这个职责 嗯 因为很多以前在国内很多人会跟你说公务员外国人不要做公务员 对嗯 那就拼命的捐钱给当地的一个议员 啊 明白吧 然后捐钱之后发现过了两年之后呢 哎 人家不带他玩 还是不带他玩 嗯 嗯 你就是那那但唯一的好处就是至少来说这个公务 这个这个这个议员把他当朋友 嗯 那就说就是我可以跟你交朋友 但是我的圈子你绝对不能去 嗯 因为你不是一路人 对 然后自己人 嗯 对不是自己人 我我个人可以把你当朋友 但是我的圈子不会让你融入 嗯 那那那唯一的解决就是那好 你闺女毕业了 我需要我还一个人钱 我给你介绍到 嗯 到那个公务员这边去去做公务员 嗯 好嘛 进去之后那就精彩了 他们那个呃 这边的跟加拿大就是表面上都是社会招聘 嗯 他会把这个职位贴在外面就是社会招聘 然后招聘你的时候告诉你一句 就是你的学历是哪里 工作是哪里 就根据你的简历来良心定做招聘 就是我们说的罗伯招聘 嗯 特别适合的人 然后贴出去 贴出去 然后让外面的人来面试 然后告诉他不合适 那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嗯 拒绝的理由就是你会法语吗 如果你是我定的 你只要会说一句本主 嗯 结束 如果你不是我定的 他会用法语问你很长一段问题 嗯 然后问上来之后 如果你通过的话 OK 可以作为下一个职位空车的备选 嗯 但是要招的人还是招进去 对 那那这这是第一步 那我想啊 这这好歹好歹还还外招对吧 弄了不因为 那就是万一有差别还能外招 嗯 好结果更精彩了 就是每年圣诞节呢 这边是会有那个就是家 大家买点东西啊 或者家里做东西带过去的 嗯 然后加拿大这边 它是那个一个商务楼里面是几个部门 可能会租下来不同的层级 嗯 就是比如说教育部啊 或者是资源部啊 或者是环境部啊 就不如不同的楼层 对吧 嗯 好 然后那个我那个职业做的就是行政的工作 行政嘛就是公司有谁买买东西什么的 嗯 然后有人给他说你这样你去给我买两份食物 就是圣诞节大家聚餐嘛 没人要买嘛 嗯 你给我买两份一份拿到我们办公室 一份拿到我楼上去 他说为什么拿到你楼上去呢 哦 我儿子在上面上班 他们部门也搞活动 嗯 你明白什么意思吧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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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他是他是整个部门的那一份 还是他官还是他自己的那一份 人的那一份 呃 打个比方 那个我我侄女是在环境部 嗯 买买两份还有个是送到教育部 嗯 明白吧 他儿子在教育部 他那个让他买的人儿子在教育部上班 嗯 嗯 然后他就感兴趣了我这个侄女就感兴趣了去一问 结果 80% 员工 嗯 父母 公务员都是实习的 啊 哈哈哈 然后然后他就像他这种外招的是哪里来的 比如说比如说今天我要招聘 然后他他跟我说了他后来搞 就因为他是做行政的慢慢慢慢慢慢做的也两年了大概行政 他们的招聘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今天有个职位了嗯 先问这部门经理你们家有小孩和亲戚要来一碗 嗯 这都有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额外额外比如说 你是做一些事务性的那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像it类的那可能就招不到那这个时候就是联系一些相关的学校 嗯 定点招聘 呃 定点招聘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他们会拨一笔款给到一个专门的中介公司由中介公司去联系这个学校 然后呢联系中介公司呢是一个人200 但是到学校是一个人50介绍费 嗯 我想听得懂的大家都应该听得懂吧因为这个游戏规则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吧 200的资金到中介是100从中介到学校是50 嗯 齐驴 那中间的那中间的呢 然后我我真的是我然后然后这个稿上的来了 我告诉我那我那哥哥就是我那侄女他老爹 他老爹来了一只哎天下乌鸦一般黑呀 但是但是唯一好的就是我这个侄女现在就是有个金饭碗了 嗯 嗯对对对那是沙拉公园是金饭碗 对 嗯 而且他说就是至少我侄女的孩子 只要不那个就是就是以后有孩子啊 只要不做监犯客至少这辈子不愁 持穿不愁没有工作 嗯 这这这这这这这个是就是就是这因为我们华人很少有有设设计的嘛 因为这个实在是如果你不是有关系或者特别硬的话你是接触不到这一点的 嗯然后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 就是是我亲身经历就是我刚刚来的时候跟我的供应商这边就是有会有些那个我就跟我就认识了一个在这里做的一个中国师傅 他是做那个装修装修类的嗯 嗯那就是也聊得来嘛那休息天就跟他一起去米萨萨嘎就是呃他去接工程我顺便去逛一圈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刚来然后有到了一个公园公园呢他有条步道 就公园你知道这个台阶都是木头的嘛有条步道坏了他说哎我是木匠我可以接啊这个项目哎然后他就这这这这等会等我拦你去这个事是是这个事是您经历的 是我经历的哎你之前是不是把这事写在过什么地方上 没有 没没写过那那因为我这有一个跟你同样的事情 那我知道了那可能是那哥们写的啊 因为我们两个人嘛啊那我我我先说下去啊对对你先说下去没听过 然后呢他就他就到了管理处去问问了之后他说你这个东西得招标他想这个活接下来嘛我我我开个3000对吧材料买买800800多加上人工800多还能挣个挣个2200嗯然后就去了去招标的时候结果投标公司2万 嗯中标嗯就是同时金标2万中标2万中标之后呢哎他说啊我这个这个哥们想哎算了没中就没中哦嗯没中就没中吧结果好嘛然后旁边有个老头公司你想做吗你想做你直接我给你个地址你去找这个老板 嗯他说这个也可以吗那你去你去你就算我我介绍的那那个我朋友就将心将意去了去了之后老板他跟我我想做这个事情之后老板说行八千你坐不坐 嗯我那个愣了一下愣了一下那个老板以为价格开低了他说第一次合作八千块不少了嗯我我一听我也一愣这这这这这话语好像太熟悉了哈哈然后我那个朋友我坐坐坐坐坐好做完了之后做完了之后打电话给他他说这样呃我下午就是隔了两天吧材料买完活干完了吗他说这样呃我下午有空我去看一下如果没问题 我通知我通知你打电话你到我来这边拿支票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打电话给他让他去拿支票但是特特特特意关关照的就是请一定是中午员工吃饭的时候你来不要让别人看见嗯然后我哥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回来这个故事就把结尾告诉我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人他为什么能接到这个项目因为这个是这个 米萨萨萨格这个地区的区意员是他姐夫嗯所有的工程呗就设施的工程项目都是包给他的嗯都是包给他的然后那个介绍人是谁呢那个介绍人是他的叔叔就给他安排在那个那个厂子里做做一些行政的工作的嗯然后慧天哇草原来啊也也是这样那最后呢我就截个尾巴嗯 就是我想说大家都很容易听到一句话 就是出国之后很多都是同胞坑同胞 是吧 还有老外很想规矩 老外不开后门 这个基本上公知啊 圆子长他们都会这么说 其实呢我就想说 第一同胞坑同胞有两个 一个是坑你那同胞啊 他也只能坑你 因为他不会说隐瞒 你被同胞坑 也是因为你英文不好 你只能遇到坑你的人正好是同胞 对 你但凡英语好一点 你但凡英语好一点 不管是三哥也好 还是白人也好 照样有人坑 坑子哪里都有 只不过是因为你语言不好 只是你让你遇到了同胞坑子 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走后门 不是没有走后门 是别人觉得为你担这个走后门的风险 也不值当 对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你别以为你能融入圈子 人只有生意往来 没有什么文化融入不融入 没有这个说法 永远没有这个说法 大家只有利益上的往来 哪怕你是同胞说的难听点也是利益上的往来 只不过说我们是比较团结知道什么是大局为重 嗯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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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说得真好 这就是我想分享的那一点 然后我顺便打个广告吧 我也是个小up主 然后我估计留言区有些人应该也听出我声音了 反正不管了 那个我就借了跟这个平台也打个广告 虽然是很爽很爽 我叫小屁名车里秀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下我频道 我频道人不多 就是偶尔也是那种兔兔槽类的 好吧 一会你可以在那个评论区可以说一下 就在那个留言区说一下 因为那字多 好 那咱们就这样 好 那就谢谢你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拜拜 拜拜 这个工程转包这个事啊 他说的跟我那个还不是一个事 因为发生的地方不一样 事都是一样的 但是发生的省不一样 看来全一样 先说一下 这边的这个公务员真的是铁饭碗 待遇很好 尤其他那个好的待遇是什么呢 退休之后跟普通老百姓的待遇完全不一样 就是会好多啊 就是会那个 这个比普通老百姓要高很多 所以说很多人呢也在往这扎 往这个圈子里扎 好像是就是说那个曼省那的公务员会门槛稍微低一点 但是也很难 就是真的是也很难 当然有人进去了 有人进去了 但是真的是很少很少很少 真的是很少的 他们会把那些特别不好的职位拿出来这个外招 比如说上什么监狱啊 什么的有一些预警啊什么的那种 有点危险性的东西会拿出来外招 每拆啊 你就别想了 真的你就别想了 好吗 好吗 嗯